明天是一夜 欢迎大家来品尝 来吃不要钱 我弟弟过来了 我弟弟从山西 前天中午出发的 然后经过了两天两夜的开车 然后现在终于到了新疆若羌 看一下我弟弟给我带的土特产 这是我让我弟弟从家里带来的红薯粉条 然后最近不是那个食用油的事情 闹得有点那个啥吗 然后我就让我弟弟在家里面 给我带了一点 我们自己家里面压的这个葵花油 这是我让他带的帐篷 今天要上这个广告台 小伙伴们咱们原来打算用咱们店里面 大厨的名字叫土热红大叔的饭店 来做店名 结果那个没有过审 然后呢小白就在网上搜一搜 然后要有新疆若羌的这种感觉的名字 然后搜一搜 然后就叫了思路印象饭店 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店名 西域风味 思路印象饭店 思路印象饭店 新疆美食 开始干活了 开始干活了 好多游客 小红 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工作台 对你的工作台满意吗 然后这边是你同学 人家是过来翻译的是吧 翻译菜单 然后同时要有维吾尔族的文字 还有汉语是吧 因为毕竟我和小白的主业 我们是做和田玉的 然后呢就是像这个餐厅呢 我们是没有任何精力管理的 然后大厨呢 到时候就管整个餐厅的运营 还有采购各方面 然后我弟弟主要是过来给我管账的 然后店里面有一些小杂活 他也可以干一下 那两个月的时间呀 整整两个月 小伙伴们咱们看一下厨房 厨房干干净净的 囊包肉 现在在做囊包肉吗 咱们厨房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我们现在就是在自己先做一下 然后所有菜 咱们先自己品一下 做好这种所有事 然后我们就开始营业了 你自己看着办 你看到我缺几盆花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你先去瞅一瞅 我给你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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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这说 我给你把店里面花堆满 连桌子没地方放 听到了 桌子都没有地方放 到时候客人做不了 你别找我 好 你给我把花笔记放外面 放里面 好 绿螺也不贵 绿螺也不贵 能不能给我们放点高档的花 大绿螺吧 高档绿螺 准备好了大西瓜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吃过这种哈密瓜 这种哈密瓜啊 这个是什么瓜 白莲瓜 白莲瓜 就是说它又好吃 然后它还不会上火 我之前在乌鲁木齐吃了一个特别甜的 就像你说那个黄的那种 直接后面上火上的扁桃体发炎了 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就续了 吃肉 选的最好的牛肉 最好的牛肉 最好的羊肉 明天适应一夜吧 所以说 肉就没有全部拿过来 因为还有一些是没摘 明天早上摘 这些是够明天早上用的 然后明天我们要摘 10个羊 一个牛 明天适应一夜 欢迎大家来品尝 来吃不要钱 大家给个指导的意见就行了 明天免费一天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点细节要讲 你看包括我们用的这个肉 可以看到这个肉 用的全是好肉 包括包括这个 这个羊 这个是戈壁摊的六大羊 溜溜达达的 这是我们做包子的大师傅 这个是我们从库房里面拿出来的米 这是我们用的这个大米 可以看 这是做抓饭的大米 是这种长条的米 这是拆开的 这种 你看这个大米 长条的大米 专门做抓饭的 做抓饭的大米 像这个大米 我们去拿 拿货价40块一公斤 40块一公斤的大米 谁做抓饭 舍得用这样的大米 这种长条的大米 米 用最好的米 然后味道 做出来 我们最起码 以真诚对人嘛 这个用料 这些东西必须要 实在 明天早上有这个 烤包子有吧 烤包子 蒸包子 薄皮包子也有 然后明天中午抓饭拌面炒菜 明天晚上肉烤肉 然后炒菜都有 好 然后希望就是在附近旅游也好 或者说周边的亲朋好友也好 邻居也好 希望大家来捧个尝 大家来尝一下味道 免费的 然后大家给提提意见 小伙伴们明天15号 然后大家过来 免费品试一天 然后给我们提提意见和建议 好的关注 我是阿宁 永床天涯的日子 咱们彼此伴伴 拜拜